他叫可乐 却乐不起来 因为他头顶层 对孩子的态度更差 还滋牙驱赶 什么样的仇恨 让可乐连孩子都不放过 他叫雪碧 是孩子的亲妈 刚生了一窝奶狗 男主表示虽说可乐是拉不拉多 但小奶狗却是纯种的金毛 多亏自己聪明 不过这也破坏了可乐夫妻的感情 可乐恨得咬牙切齿 男人心里苦啊 狗妈觉得丈夫度量小 于是跟他理论起来 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可乐心里委屈 这家他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 眼不见心不烦 于是趁机溜了出去 为了报答男主送他大草原 他闯进家里 偷吃了主人一盘烤肉 吃饱喝足搞破坏 可乐正想溜走时 结果被男主抓到 并指责他太小气 可乐心想啊 你怎么不让女主给别人伤害 他一脸的不服气 男主骂骂咧咧 希望可乐跟雪碧能重归和好 一起照顾孩子 你看人家多乖啊 雪碧的颜值很高 很多公权倒在他脚下 男主自豪地说 小奶狗的品相非常好 狗爸可是赛季品种 接着拿出手机 指着屏幕说就是他 人称狗中美男子 小狗颜值都遗传了狗爸 自己十分满意 知道真相的可乐掉下眼泪 在沙发上抓狂 难怪女友怀孕时 闻到其他公权的荷尔蒙 他来找女友理论 雪碧只能瘫倒在地上 哪个男人受得了这个 他再次夺门而去 这家他是真的待不下去了 他来到河边想跳河 本想就此了断自己的狗生 结果因水性太好游泳起来 他痛恨这个世界 想爬到山上 找个高的地方跳下 男主预感不妙 骑摩托车赶来 还好在路边发现了可乐 主人指责他 说他没有男人的气感 想要生活过得去 哪怕头上带点绿 可乐心如刀割 回家后两只狗很尴尬 主人强行拉着可乐进窝 但他抵死不从 这日子没法过了 兽医说 岁数大的狗很有灵性 这是很棘手 不过也有办法 母犬身上可能带有其他公犬的气味 所以可乐闷闷不乐 现在他的情绪很低落 知道自己头顶大草原 于是主人把小狗带到河里 创造条件让可乐去营救 他可是退役的搜救犬 条件反射就是去救小狗 可乐终于成功被套路了 他游到了小狗身边 主人把绳子系到他身上 可乐很懂水性 他拉着一船的小狗往岸边游去 这样能让他更加自信 也能融入这个家庭 不出意外 他最后带着小狗上岸了 小金毛也对这个狗爸刮目相看 为了培养他跟雪碧的感情 还让他们一起合作 营救游泳池内的小狗 表现都很不错 就是小金毛从小天使变成了小恶魔 变得很喜欢拆夹 衣服鞋子还有卫生纸 都难逃被摧残的命运